慈禧作为果果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女性之一 很多小事都成了各个专家研究的目标 而就有这么一位所谓的专家 他自称他找到了慈禧的老家 还拿出了众多证据 十分确定地说慈禧的老家 就在那里 这个所谓的专家就是刘奇 他研究了慈禧二十多年 是无据系都是他研究的内容 而有这么一天 另外一个老人找到了他 说慈禧的家乡在善系 从此之后刘奇就经常往叫上秦村和西坡村的两个小村庄里面泡 目的就是研究慈禧的老家 到底是不是这里 这两个村子的人都说自己是慈禧的后代 祖商还给慈禧干过侍卫和厨师什么的 甚至还有一位老人说自己是慈禧的知系亲属 什么知系亲属呢 五辈的外甥还是事够近的汉 而他们去找刘奇也不为别的 就是想知道自己的祖宗到底是不是慈禧 在刘奇去了之后 有好多村民都拿出他们的家谱 来证明他们祖长给慈禧打过宫 然后还带刘奇去了所谓的慈禧曾经住过的地方 还有曾用过的书房 还有村里人给慈禧建了庙 然后还有许多慈禧给家里的书信 据村民说 慈禧在四岁的时候双亲就死了 然后把他过继给了另外一部村民 之后这户因为种种原因 把慈禧又卖给了另外一家 这个时候慈禧十二岁 然后等慈禧十七岁的时候 就进宫当了飞子 之后刘奇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各处宣扬他发现了慈禧的出生地和身世 曾经还引起过一众专家的聚众讨论 到底对不对 直到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这些人开始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了 随着他提的第二个问题 大家就都散了 完全不信了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 慈禧能联系到的所谓的亲人 就是他被第二次卖到的哪家 是问有哪家的奴隶 会在发达了之后还想着原来的主子 如果说这是他念旧情的话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深了 那就是同志在死的时候 唯一的子嗣在他老婆的肚子里 而他媳妇被他妈扔紧里去了 这后代哪来的 难道说是同志羽毛青楼女子生出来的 那就怎么确定孩子就是同志的呢 所以慈禧压根就没有后代 小编在此劝借各位 家乡如果没有出过名人 的话也不要抢别人的忙 否则和梦子有什么区别呢 否则和梦子有什么区别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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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达 MAN